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使徒行传》第24章 在前一章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犹太人想要杀害保罗 因此这个千夫长就把他送到去凯撒利亚的巡抚 或者比较近代的一些翻译 翻译成总督菲利斯那个地方去 这个千夫长要保护保罗 大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他是一个罗马公民 如果一个罗马公民在千夫长的管理之下被杀害 那千夫长可能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因此他就把保罗送到他的上司总督菲利斯那边去 让菲利斯来做下一步的审问 当然第24章就让我们看到 菲利斯就安排了这些的犹太人过来 然后要亲自来聆听整个的案件 那今天我把这个的焦点 我们领袖的焦点放在第24节到27节 那个焦点放在菲利斯这个人当中 那经文告诉我们这一个菲利斯呢 如果我们看第22节往前面推一推的时候 我们看到经文讲到菲利斯他是晓得这道的 他有听过耶稣 他有听过耶稣的事情 他是晓得这一方面的 那菲利斯是谁呢 菲利斯是一位的总督 凯撒利亚的总督他的权力相当大 管理整个凯撒利亚的这个行政的范围 他就是代表罗马皇帝在当地的自行这个工作 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呢 这个的菲利斯他本身是一个相当残忍的人 他曾经在动用武力来去镇压好一些的暴乱 本身是性情是非常残暴的 而且呢 他的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的 这一个 他的婚姻生活比较混乱 申请告诉我们 他有一个的太太 第24节 是一个犹太的女子 图希拉 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一个的图希拉呢 是因为菲利斯的可能是利诱 或者是用他的权柄 还是他的利益 那让他跟他的本来的丈夫 图希拉的丈夫离婚 然后才改嫁给菲利斯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混乱的这种的关系 而金文告诉我们 菲利斯他有机会听过这个福音 甚至是明白这真理或者道理的 可能是透过这一个犹太的女子 所以这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背景 关于菲利斯这个人 那今天我想我们从三个角度 我们一次的灵修大概都三点 比较容易记 也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做整理 我们从三点 三个角度来看菲利斯这个人 然后我们也反省一下我们怎么样面对福音 在福音面前 那我们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 菲利斯这个圣经说到很清楚 他晓得这道 然后他看起来又好像要保护保罗 但是他真的是这样子吗 第一样我们一起来思想 那他菲利斯他以为他掌握了一切 怎么说呢 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菲利斯他跟他的妇人 土希拉一同把保罗叫到他面前来 要听保罗讲关于信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理 那保罗就在他的讲道里面或者他的分享当中 谈到几方面谈到公义 谈到节制 谈到将来的审判 对方姐妹你可以用一点的联想 面对一个的罗马的军官 总督 面对一个他的作风很残暴 而且这个家庭婚姻非常混乱的一个的有权势的人 这三样的东西其实是直接震撼菲利斯的这个的心中 谈到公义 他本身就是一个罗马的官 他就是应该自行公义 但是他的残暴 有多少人死在他的手下 有多少的冤魂在他的刀下而死 公义他就不过关了 节制 那他的婚姻 如此的混乱 抢了别人的太太 在节制上 他也不过关 那将来的审判 那他似乎逃不了 经文说什么呢 经文说他们听了 菲利斯听了就感觉到恐惧 正常的一种的期待是 感觉到恐惧过后他会要求 保罗为他祷告 要求这一个 怎么样悔改 怎么样信耶稣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 他的感到惧怕过后呢 他就暂停那个话题 暂停保罗的讲道 叫保罗先回去 以后有时间再叫你过来 我们再听听再谈谈 那这是第一样 菲利斯他以为他自己掌握的 他掌握一切的东西 他甚至能够掌控福音 怎么样对他生命说话 福音在他面前 保罗在他面前 是谁传谁道的 他想听的时候 听到不愉快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关掉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一个疫情当中 我们没有尸体崇拜 我们每一个主人都是 看着视频来敬拜 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的 以为自己在掌控一切呢 你听到不喜欢听的信息 可以把它关掉 可以把它谬掉 可以暂且不听 如果你是看重播的 可以fast forward 那弟兄姐妹 我们掌握这一切吗 我们可能可以掌控 那个视频的播放 但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福音 我们的生命是要让福音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说话 我们的生命是要让 耶稣基督的道来掌控的 这是菲利斯第一个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看到菲利斯生命当中的欲望 拦阻了他 我们看到第26节 第25节才讲到 保罗谈公义 谈将来的审判 谈节制 让这个菲利斯感到 很惊慌 恐惧 但是26节就说 菲利斯却指望保罗能够给他钱 保罗哪里有钱呢 可能是因为保罗前面的见证 在第17节 他谈到他带着那一些州计 本国的捐款跟奉献的贡物上的耶路撒冷 那听了保罗的讲解 他师父有很大的人脉 在地中海一带走动 并且收集到很多的钱 带到耶路撒冷去 菲利斯心中的贪恋就起了 网友知道保罗还不是在坐牢 保罗只是在被扣押审问 那这个官长就盼望能够从这个的扣押的人当中来得到好处 我们看到这是菲利斯他的这一个生命当中内心的欲望导致他跟福音有一个很大的隔绝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过了他的这一个情欲 婚姻关系的混乱 那也是其中一个的生命当中的欲望 让他不能够对福音很多的这个的拦住 很多的这个的隔开 那第三 菲利斯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他是以为他掌控一切 他有权柄 第二他被他生命当中的这个的欲望所控制 第三 我们看到在两年 他的任期是两年 那保罗就被他关了两年 本来不应该关着的 没有下判 但是把他关了两年 让另外一个的总督 菲斯都来接任 经文第27节说什么呢 他说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把保罗关在监牢里面 这是第三 菲利斯所面对的这个的问题 他在 他尝试玩弄人际关系 他尝试在讨好犹太人 以便能够从犹太人那边得到政治的这个的稳定 或者政治的这个的顺服 他为了讨好犹太人 他牺牲掉公义 他把一个罗马公民 把一个没有犯错的人 关在监牢里面 关了两年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这是让我们看到菲利斯 他很大的问题 你跟我的生命又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以为我们能够掌握一切 我们能够 打关起我们的耳朵 就听不见圣灵的声音 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被很多的欲望 像网罗一样 把我们给捆绑着 你跟我是否在 人际关系当中游走 我们以为我们能够 掌握很多的人脉 我们能够控制整个的范围 我们有那些在公司里面 玩这个office politics 这些的人 他都以为他能够掌握一切 他能够做双面人 他能够像这边说一套的话 像那边说一套的话 大家都被蒙在鼓泥 我们知道这些人 他玩得多厉害都好 有一天会翻船 有一天会碰到问题 因为纸包不住火 人会认识那个人 本来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这是菲利斯 各位朋友 你跟我有机会面对福音的时候 福音向我们的生命来光照 耶稣基督的道 向我们的生命来光照 我们要摆脱这一切 我们要摆脱 我们自以为是的这种的骄傲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摆脱生命当中的欲望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以为游走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就能够掌控一切 各位朋友不是这样子的 弟兄姐妹 你跟我 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力量 不要像菲利斯 这是一个太可惜的人 明白认识这个的道 但是却离这个道那么的远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的经文 看到菲利斯 这一个人 求之无比帮助我们 从他的生命当中 他的软弱里头 让我们有所学习 神还帮助我们 能够不陷入 像菲利斯那样的试探 像菲利斯那样的 这种的困境当中 他有机会面对福音 聆听福音 但是他却没有正面的回应 神让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都是回应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 回应了耶稣的邀请 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帮助我们过 逃逆喜悦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